国内发生第一起罕见的吃螺肉过敏案例 一名15岁少女在夜市吃热炒螺肉后 不到半小时出现过敏新休克 紧急送医结果确诊是罕见的 陈蚂蜗牛过敏症候群 就这个案例的话 就是他一直确定他对螺肉过敏 就是对一个食物过敏会产生的症状 不外乎就是可能一开始吃下去 就会恶心呕吐的感觉 那或者是过了一阵子以后 开始觉得嘴唇肿起来 或者是眼睛肿起来 然后皮肤发痒的一个症状 那到比较严重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有晕眩 然后就是会呼吸困难的一个症状 医师表示螺肉过敏源非常罕见 目前全球文献发生不到实例 螺肉过敏与红肉过敏的患者相同 同时都会对沉满过敏 过敏症状都是血管性水肿 同时会发生低血压产生气喘 严重就会产生过敏新休克 螺肉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食物 可能跟它在分子过敏源的一个概念上 会有些相似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牡蛎 或是扇贝等等 也有相关比如说可能虾蟹 你自己知道自己有过敏体质 一旦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其实就要有警觉性了 比较常见的过敏源食物有海鲜类 医师提醒 有过敏体质的民众 平常就要多留意饮食习惯 及早到医院检测过敏源 另外若吃完食物后发生嘴唇肿胀 皮肤痒 恶心想吐等 就可能是过敏 要赶紧就医治疗 原始新闻综合报道